大家好,我是兩輪日的央兆 今天為你帶來試胎 是海德腦最新推出的 K81複合膠料半熱龍運動矽膠胎 經過前兩次張志祥測試過 12吋跟13吋的K80SS2以及K81之後 這一次我要測試的K81 則是15吋規格 那表現會是如何呢? 賣個關子,先不要急 我們先來看一下產品介紹 K81是目前15吋運動大量輪胎中 兼顧了抓地力又有耐磨度的輪胎 也是純正德國原產地製造 價格訂得非常親民 所以CP值也非常高 是一條複合型高性能運動矽膠胎 在性能表現上 K81的乾式地抓地力 耐磨度 操控性 傾倒速度 轉向反應 穩定感均有高水準表現 特別的是 它胎邊尺寸上寫著16060B15 其中的B 表示再加強胎體結構 因為它採用德國高科技技術 Polyster輻射編織成結構 所以胎體強悍扎實 強度呢 遠遠超過一般鋼絲編織成輪胎的強度 由於胎體結構設計非常強悍 所以當輪胎遇刺時 漏風或是施壓 它還是可以安全低速行駛至車行修補輪胎 這也是目前市售500cc大洋裡面 不管是黃牌或是紅牌大洋輪胎 唯一一個擁有施壓續跑胎效能的輪胎 而在超高速行駛或是高速過關時 K81整體表現非常穩定 胎面也不會因此產生嚴重變形 特殊的奈米膠料配方 跟獨特八爪胎紋設計 它可以降低滾動阻力 並增加與地面的接觸面積 有效提升抓地力與排水性能力 聽完產品介紹之後 接下來就是上路實戰啦 那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出發 Let's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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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我们经过从市区走到高架桥再走148线道到这边之后 整体的感觉其实心得还蛮多的 我们先从市区的道路说起好了 你也知道市区道路坑洞多 再来高架桥上桥接风也多起起伏伏的路段 还有侧风这些有的没有的 那这条K81它在处理坑洞的冲击力道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过这些坑洞的时候是QQ的 舒舒服服的 不会让你有太硬或是太软 车会晃动的感觉都没有喔 然后这条胎体它的造型圆弧度 整体来说在你高架桥行驶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的沉稳 尤其是像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 即使车风稍微强劲一点点 稍微吹到偏了一下下 你也不会说我马上就偏一个 然后让你觉得说我会不稳 会不安的感觉 没有 所以你整体你1045 80 100 在高架桥上面巡航 在快速道路上面巡航 整体来说你会觉得很舒适稳定 其实你会很安心啦 你知道吗 接下来是148线道三路段的部分 我以前骑的是T-MAX 530 它也是运动型的大洋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的配胎啊 我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 它这个整个操控感 可是今天我隔了这么多年 再次接触这个运动型大洋 它是三洋的7L500 然后再配上海德鲁的K81 这款半热龙胎 老实说我第一次上山路的时候 你不会有那种很陌生啊 很不好压车的感觉 一开始当然那种比较沉稳的感觉 你需要一点点时间去熟悉一下 可是当你掌握到这个胎性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放心的去鼓吹那个油门 然后你在过弯的时候啊 它的沉稳可以让你慢慢的去摸索 那种胎边的极限 琴角的极限这样子 当然是你这个车琴角也够啦 我也很放心的去探索这个轮胎 到底能够吃到多深可以压到多低 还有一点你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 工作温度起温速度非常快 我进到山路之后啊 其实不用几个弯我就可以很放心的去压车了你知道吗 当然这归功于它所谓的添加的细的这个成分 标榜说湿地在干地都会有保持一个很好的抓地力 事实上我这次体验完也是如此 你不会觉得说有不安的感觉啊 压到一些可能小树叶啊 这个轮胎的这种斑马线啊 或是一些小坑洞 你都是感觉得到胎体刚性很硬 但是它的轮胎的抓地力咬合力道又是紧紧贴在地面 那种感觉其实蛮奇妙的 你很放心的就可以很快就上手 开心的尽情的去享受这个运动型大洋的操控乐趣 好今天两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我是杨绍 然后也是TSRA组武田精神杯冠军车手 好歹也是宝刀未老吧 今天表现算起来也不错啦 好啦就影片到这边结束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 我是杨绍 两人之影片我们下次见 拜拜 你以为结束了吗 还没咧 它还有一个施压续跑呆的功能 我们现在为了验证到底有没有这个功效 我们特别先确定一下有个加油站可以打气 我们现在就来把轮胎泄气 然后来一进到底试一下到底可不可以骑 来看一下 现在后面是32 因为刚刚没电了 我们重新录 刚不小心放到两个BSI 再重来一次哈 这里 这里 看到现在胎压剩16 16 没有作弊哦 16 我们后轮看一下现在 16 我要往前级了 我要往前级了 这次这个月不要去骑一圈啊 去骑一圈我觉得好像可以哦 我追不上啊 好啦好啦 就这样子啦 我们还要骑回家 现在刚刚证实一下 试下续保胎啊 我刚毕业 胎压降到16之后啊 其实那骑起来感觉慢慢骑啊 也没有那个整个胎壁软掉啊 揉来揉去的感觉都没有 还蛮还蛮稳的啦 证实啊 我觉得它的胎体刚性啊 有它讲的功效一样 好啦 我们影片真的就到这边了 就这样啦 拜拜 我可以摆下身边的 组合 那是什么问题的 我可以吃饭了